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科技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AIGC在中国企业软件行业的现状 尽管客户对AI功能的热情高涨 但却不愿意为此付费 这使得AIGC项目面临盈利难题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许多创业者甚至考虑 将目标转向海外市场 因为中国市场的付费意愿依然不容乐观 另一方面 华为的原生鸿蒙系统正式发布 并在发布会上展示了多项令人惊艳的新功能 吸引了众多生态伙伴的支持 显示出其在科技领域的强大实力 最后 市场对于苹果的Vision Pro投显的需求持平 苹果决定减产 这也反映出高端科技产品在市场上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 在中国企业软件行业 AIGC的兴起似乎并未带来预期的盈利 尽管客户对AI功能充满热情 但他们却普遍不愿意为这些功能付费 导致AIGC项目面临盈利困境 一位Source公司高管直言 客户认为没有AI的产品显得低端 但又不愿意为AI的高成本买单 最近一则新闻揭示了AIGC项目的尴尬现状 一家知名AIGC公司中标的项目总金额仅为90万 甚至可能面临亏损 李开复对此表示 若国内市场如此竞争激烈 不如考虑开拓海外市场 AIGC无法拯救中国软件行业的根本原因 在于市场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腾讯 华为的原生鸿蒙系统 在发布会上吸引了众多关注 HarmonyOS Next的正式发布 意味着其在用户体验和功能方面的进一步提升 发布会上 华为展示了原生鸿蒙的多项新功能 包括索屏快捷操作和小翼的增强识别能力 生态伙伴们的积极参与也为系统的发展增添了动力 像支付宝 飞书等应用在短时间内快速适配 显示出对原生鸿蒙的支持 整体来看 原生鸿蒙的生态系统正在不断扩大 超过15000对应用以上价 用户体验逐渐完善 网易 原生鸿蒙的快速迭代和生态伙伴的积极响应 展现了华为在系统开发上的独特优势 与安卓系统相比 鸿蒙在应用流畅度和互联能力上有显著提升 开发者们能够更高效地利用鸿蒙提供的技术底座 华为的研发团队在过去几年投入了大量资源 推动系统不断升级 用户反馈问题后几乎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虽然原生鸿蒙仍在成长中 但其潜力巨大 用户体验逐步提升 未来有望在全球市场上与其他成熟系统竞争 网易 淘宝Vision Pro版双11会场正式上线 带来了全新的3D沉浸式购物体验 消费者不仅可以在虚拟环境中逛街 挑选商品 还能参与到首个3D红包与活动中 这次活动与多家知名品牌合作 提供上万款3D商品 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妹壳口红 操控大疆无人机等 甚至在2米内投影出100寸的巨木 11月3日 消费者将有机会体验被红包砸中的快感 抢到高达888元的超级红包 活动将覆盖手机淘宝 网页版及Vision Pro版 网易 爱奇艺因新会员规则再次遭到用户的吐槽 新规限制的黄金VIP会员的同时播放设备数 从原来的两台减少到一台 并推出亲情卡服务 需额外付费才能实现共享观看 令许多用户感到不满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一变动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观看体验变得更加不便 甚至有人将爱奇艺告上法庭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其他视频平台如芒果和优酷 则提供了更为宽松的设备登陆政策 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 爱奇艺在商业利益与用户体验之间的权衡显得愈发艰难 未来如何平衡 这两者将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 中安在线 在合肥市天鹅湖上 柯大逊飞于10月23日晚举办了一场壮观的无人机表演 展示了1024架无人机在夜空中翩翩起舞 成为一场视觉与科技的盛宴 此次活动是为即将到来的柯大逊飞全球1024开发者节育热 展现了柯大逊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强大实力 以及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灯光与无人机的协调配合 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欣赏 充分体现了科技创新带来的无限可能 网易 工信部近日宣布将制定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指导意见 以促进汽车消费和新能源汽车的普及 工信部发言人赵志国提到 将落实已就换新政策 并启动公共领域车辆的电动化试点 此举将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的下乡活动 旨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便利 激活市场潜力 助力绿色出行的发展 网易 高通在骁龙峰会上发布了全新的汽车芯片产品 标志着其在汽车领域的深度参与 骁龙座舱至尊版平台和Snapdragon Ride至尊版平台 分别专注于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 具备强大的AI处理能力 能够支持多种应用程序的同时运行 高通的Orean CPU和NPU的性能大幅提升 展现了其在智能汽车技术上的雄心 意在挑战英伟达在智能驾驶领域的市场地位 网易 阿维塔因无人驳车功能引发的诉讼 引发了公众对自动驾驶法律责任的关注 袁告人女士担心无人驾驶带来的安全隐患 向阿维塔提起诉讼 希望明确无人驳车的责任归属 该事件凸显了自动驾驶技术与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 呼吁相关法律的完善以适应新技术的发展 专家指出 当前的法律框架尚未能有效界定无人驾驶的责任 急需政府介入 推动法规的更新与完善 IT之家报道 英特尔的Aerolake处理器在稳定性方面遭遇了严重问题 知名YouTuber Atmos Law Is Dead透露 这款处理器的表现令人失望 甚至有用户遭遇频繁的蓝屏问题 以及在某些游戏中被错误的判定为作弊而被踢出 这一情况让人怀疑Aerolake是否存在硬件缺陷 英特尔方面承认这一问题并表示正在努力解决 然而随着股价的下跌 市场对其未来的信心显得愈发脆弱 网易报道 苹果公司决定大幅缩减其Vision Pro混合现实头显的产量 甚至可能在年底前完全停止现有版本的生产 这一决定反映出苹果对该产品的销售预期相当悲观 尤其是面对竞争对手Meta的低价产品 虽然苹果计划推出更便宜的版本以吸引消费者 但目前的高端版本由于售价过高和软件支持不足 销量远低于预期 导致供应链中的零件积压严重 网易还报道了在上海举行的2024即时电商峰会 会上强调了即时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 乐乐么宣布启动多个新项目 以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和商家运营效率 根据商务部研究院的报告 国内即时配送行业在持续增长 预计到2027年市场规模将突破5万亿元 峰会的发言人指出 数字化转型对提升城市服务的敏捷性和智能化水平至关重要 未来将推动传统商圈的升级与优化 网易报道 OPPO最近推出了其第三代旗舰 PWS耳机Enco X3 旨在挑战苹果AirPods的市场地位 编辑部对Enco X系列耳机的评价一向谨慎 但Enco X3凭借其单拿调音和高性价比 成为千元级耳机中的佼佼者 耳机的外观设计经过全面升级 充电和采用仿皮歌文设计 提升了质感和耐磨性 音质方面 Enco X3搭载了与单拿合作的升学系统和多个调音模式 音质表现优于AirPods Pro 2 尤其在低频和中高频的细节处理上表现出色 上海市科技奖的颁发引发了人们对科技创新的关注 网易报道了2023年度上海市科技奖的揭晓 214个项目获奖 奖项数量大幅精简 但对个人的奖励却有所增加 获奖者中包括航空领域的院士吴光辉和药学领域的院士丁建 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贡献显著 上海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 聚焦于未来产业 尤其是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形成了强有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展示了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工信部部长金壮龙与苹果CEO库克的会晤 彰显了苹果在中国市场的持续投资与发展意图 金壮龙表示 中国将继续扩大电信领域的对外开放 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机会 库克则重申苹果将加大在华投资 助力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苹果在中国的研发和创新布局不断扩大 特别是在深圳建立的应用研究实验室 计划发展超过1000人的研发团队 推动智能制造和供应链的本地化合作 同时 苹果还在新能源领域积极投资 致力于实现2030年碳中和的目标 展现了其在环保方面的承诺与行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